大家好,我是朱先生 今天我们来破解一个残局 这一关的名字叫做怕风窃雨 本关难度,四星半 利用胆小姑缩头的瞬间 尝试破解这个阵列 之前我用的是九五版来做挑战 被虐的是死去活来啊 所以我放弃了,我决定用原版来试一下 没想到原版还是同样的结局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我就坐在电脑前 希望有一天我能够挑战通过 这样我就此生无憾了 我已经研究了许多打法 但是都没有通关 今天朱先生就带大家来边打边分析一下这个阵容 首先只有第一路可以放僵尸 然后走到大蒜这个位置的时候 下来会被大嘴巴给吃掉 所以第一路咱们要放两个小鬼相尸 好的,这样小鬼往下面走了 第三路的胆小姑也收头了,看到没 所以第三路的向日葵咱们小鬼就可以安全的吃掉了 然后还可以引爆这个土豆雷 现在我们偷一个第四 好的,现在这个第四被偷掉之后 第二路的小鬼就能成功的把这个萝卜伞给吃掉 因为这个大蒜我们是没法处理的 必须得用泵吉僵尸把它给偷走 然后这个引爆一下 第四路缩头了,我们就放两个小鬼 一个给这个大嘴巴吃 另一个就可以吃掉第四路的所有植物 现在有200阳光 现在我们把这个偷掉 大蒜给偷掉 一个小鬼把第一路给打通关 顺便吃一下向日葵 现在多少阳光 现在225阳光 那么第五路的那个土豆雷肯定是要先引爆的 现在还剩175阳光 175阳光代表可以放三个小鬼 或者放一个蹦迹僵尸和一个小鬼僵尸 那么我选择放三个小鬼 第四路放一个小鬼僵尸 把第五路的胆血菇下缩头 然后我们第五路放一个小鬼 骗掉窝瓜 好的 第一个小鬼骗掉窝瓜之后 第二个小鬼接着上 这时候胆血菇一发 两发 第三发不要打出来 啊,我通关了 我通关了 没人知道我这一关到底花了多少时间 这一关太骚扰了 我的头发都快掉光了 都快突顶了 知道吧 那么问题就来了 僵尸吃大蒜需要多少口才能把大蒜给吃掉呢 赶快在公屏或者评论区打出您的答案哦 好了,关注三连,下期再见